昨天体验服上线了新英雄不死鸟 这个英雄的设计几乎颠覆了玩家们的认知 更是不少玩家只愿 只要不死鸟干脆了 我就敢卸载游戏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设计 让玩家们如此激动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开局我们先用二技能 混沌火球快速清线 再利用一技能 花副主日贴脸艾琳 可以看到不死鸟的技能CD比较短 两秒钟开出两个大 确实是不太合理 不过它的伤害非常低 今晚我们释放了一堆技能 但对艾琳来说基本是毫发无损 不小心进塔了 那赶紧就飞出来 注意观察艾琳的走位 等到失误再飞回来 配合队友拿下 看到这我都觉得这英雄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虽然位移比较长 但它的射击伤害是很低的 前期对线没有压制力 这波也勉强只能和吕布打了个平手吧 不死鸟之所以叫不死鸟 那是因为它如果不想死的话 你根本拿它没办法 先位移过来动一下 然后再把一技能蓄力等待机会 嘿 差点被王大军发现了 还要我跑得快 到了后期啊 不死鸟除了能利用位移 牵制一下对面之外 你想靠它去打翻盘 一为九这种根本不可能 它的伤害实在是太刮杀了 而且又没有什么控制技能 所以这英雄如果稍微 做一下调整可能会好一些 把一技能位移改短 二技能加个八秒的冰冻效果吧 加个控制 至于CD码就不用改了 已经很合理了 不然我怎么能在 语这服嘎嘎乱杀呢 你们觉得呢